陆虎婚礼玉智写真 惊呆李雪奇 当代年轻人的婚姻已经更新到这步了吗 我觉得那些东西又繁琐 又折腾朋友 又折腾自己 当天贼不出篇 还考虑出篇的问题 贼不出篇 虎虚真的把拒绝范文乳吉刻在了骨子里 化妆不想早起怎么办 半婚礼不想折腾又想要出篇怎么办 虎虚选择提前排好玉智写真 只能说不会是婚礼第二天 都要赶去干活的努力夫妇 一个凌晨四点走 一个凌晨六点走 却这样睡灵的把宾客留在了原地 很好 在就业继本人不在场的生日派对后 又多了个婚礼 但新婚夫妇不在场的玩法 你明年就四十岁了是不是 我会消失的 它消失它的 我们还是去做的是吧 当然 这种玩法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一旁的雪晴听了都不是很理解 表示这种不是当天拍的 会不会也没有仪式感 陆虎则表示 恰恰是因为两人对这场婚礼很重视 每个环节都想要留下最好的状态 才有了预知写真的想法 毕竟婚礼当天一旦忙起来 看这状态可能就不这么好了 提前拍最起码还可以有个备选 哎呀 怎么卡住了 原来是没花费了 月末该充花费了 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三元花费券 真的太香了 充值到账快 方便 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超简单 点商城 进入充值中心 或直接点评论区 就有机会领一致四元花费券 记得点评论区 抓紧上车 只能说还得是真心虾爱的两个人在一起啊 每一步都是仔细考虑过的 虎子甚至出去录节目 还不忘带盒饭给老婆打包 给谁吃啊 家人吧 妈妈呀 另外一种含义上 虎子说过 求婚是我说了算的 所以婚礼我就会问虚虚的意见 按照他的喜好来 虽然但是虎子的求婚可以说瞒了个寂寞 先是买头杀 结果快递到家里 虚解拆箱时起了疑心 求婚那天 虎子在小心翼翼计划周全 还是让事业新女友察觉到了异样 求婚现场 虎子更是嘴瓢 把老婆说成女朋友 节奏一乱 导致后面的歌词也没有唱 小梁哥是一直在盯这个进程的 提示了两遍话筒都直接送到嘴边了 虎子还是过于懵逼忘记唱了 但这不耽误胡胡超大声的嫂子 虎子越来越好的生活 闪亮的日子拍了 虎子的求婚快乐再出发拍了 之后的婚后生活 我们也不想错过呀 GERO 3